杨过也没有想到 镇守襄阳城的郭靖黄荣 竟被一位白发魔女所杀 金庸博古通经 他根据蒙哥死于钓鱼城大作文章 既然有了杨过甩出飞时 击毙蒙哥的武侠故事 忽必烈就不一样了 在蒙哥死后 忽必烈逃回了大漠 在历经了13年的利弊墨马 忽必烈统一了蒙古 最终重振旗鼓 选土重来 金庸正是根据这一个历史事件 加上郭靖为国为民的性格特点 顺势将郭靖塑造成了一个 为国捐躯的悲剧英雄 看到这里 我们也能明白 杨过为何要带着小龙女激流勇退 张三丰为何不投奔郭靖 反而躲到密林里当野人 原来金庸是为了让杨过 张三丰避开锋芒毕露的忽必烈 否则若根据真实历史的发展 杨过的黯然销魂者再厉害 张三丰的武学天赋再高 终究无法协助郭靖击退蒙古大军 倘若金庸将郭靖之死子子细细地 用武侠故事来阐述 这位击杀郭靖的超级高手又会是谁 笔者认为 此人是一位白发魔女 却对郭靖因爱而恨 原来郭靖刚踏进中原之时 机缘巧合之下抖遇了黄荣 二人越走越近 最后相知相赖 可此时的郭靖可是别人的未婚夫 带华征千里迢迢地巡来 郭靖这才如梦初醒 还当着江南七怪的面 做了一个一定会取华征为妻的承诺 第一次坠入爱河之时 他对黄荣如此说道 我大远过娶她的 但我要先陪你一百年两百年 他如肯等 就等一百年两百年好了 爱 荣二 我死也离不开你 只好对她不住了 两百年之后 她变成个白发皱面皮的老太婆 我自然不能娶她了 倘若这些话 被华征在暗处听到会如何 毕是星辰大震 万念俱灰 然后回了大漠之后 抑郁寡欢 最后性情大变 黑化入魔 当然 这也并非空寻来风 你且看一看 华征的历史原形是谁 据史书 蒙达贝禄记载 成吉思汗 有一个女儿能征善战 所到之处失衡遍野 金领白达达同事 日逐看金 由富士数千人士之 凡征法斩杀 接自己出 又说 所谓白达达者 金笔不足之后 齐国乃达主 成吉思公主 碧基权管国士 这样看来 华征的历史原形 多半便是这位碧基公主了 如果非要将 郭靖只死用武侠小说的方式写出来 金庸 极有可能会让笔下的华征 坠入魔道 原来 华征躲在暗处 听到了郭靖对黄荣说的那一句 她变成个白发皱面皮的老太婆 我自然不能娶她了 就此失魂落魄地回了蒙古 华征回了蒙古之后 整日魂不守舍 不到一年 竟被郭靖说中 成了一个满头白发 满脸皱纹之人 华征看到 靖中的自己 更是无法接受 崩溃之下 多年之后 忽必烈率领大军 攻打襄阳城之时 白发魔女华征 也跟着一起踏上了征城 还要亲眼看到复兴人郭靖 以及情敌黄荣死在自己面前 另一边的郭靖 他虽然将武功修为 练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可面对源源不绝的蒙古士兵 仍逃不过 双拳难敌四手的命运 最终死在了白发魔女华征的手上 多年之后 归隐山林的杨过武艺之中 听到了消息 这才知道他的郭伯伯 郭伯母竟被一位白发魔女所杀 倘若金庸能将这一部神雕后 撰写出来 必然又是一部 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 只可惜金庸先世多年 着实让人感到可惜